一块形似山形的材料 且绿色贼羊 呈点状不规则地飘落在育肉之上 其实看到材料的时候 内心早已有了合适的题材 记得小时候 在农村看到一只小松鼠 会满山地追着它跑一整天 松鼠是很灵动的小动物 它聪明 可爱 活泼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 享受着自由的气息 而这件材料 我们就以聪明的松鼠柴果子为题材 把绿色设计成一个个清脆爽口的苹果 两只小松鼠 一上一下的在为自己储存过冬的食物 根据色花位置的苹果搭配松鼠的灵动 这个场景立马就显得鲜活了起来 背面以色花鞘色成树叶与游动的鱼儿 同样以灵动与正面的松鼠摇香呼应 雕刻时 要尽量注意色花部分的保留 松鼠跟鱼都是以灵动为主的动物 带给整件作品鲜活的气息 那么就让我们好好地欣赏这件苹果 与小松鼠带来的平平安安吧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